台湾人怕鬼 韩国人也怕鬼 恐怖喔 恐怖到了极点喔 大家好 我是魏酸仁 我来台湾之前我听到台湾有鬼月这个东西 我觉得好可怕 怎么搞一个国家会有一整个月到处都是鬼 后来来台湾之后发现其实还好嘛 其实也没那么可怕 但是我知道大家在这段时间特别害怕 讲到要讲好兄弟对不对 其实就是好兄弟 不会讲鬼 OK好就是好兄弟 台湾人对好兄弟是非常尊重的 尤其这段时间特别要小心 但是人就是犯贱 这时候特别爱听这些鬼故事 好兄弟故事 所以我就想说来分享一下 我在韩国听过的一些有趣的 可怕的韩国真实的好兄弟故事给大家听 这些故事都是我在网上看的 我也有我自己经历过的 但我经历过的不在这支影片里面讲 这些真实性我就没办法确保了 因为都是在网上听网友分享的 那他们是都说这是真实故事 先声明一下这件事情 那首先第一个故事 第一个是因为现在韩国越来越多人一个人生活 我不知道大家会觉得一个人生活是害怕的事情还是怎么样 但是往往哦 本来跟家人一起生活的人他就独立出去之后呢 常常会觉得空虚寂寞觉得冷 甚至有点晚上就暗暗的没有什么声音的时候 或者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都特别可怕 所以这两个故事都是有关于一个人住在外面发生的事情 有一天有一个女生到首尔工作 他的家乡在乡下 所以他就一定要一个人在首尔住房子生活 那他本来是长头发 那他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会洗澡 对大家来说可能觉得理所当然 但韩国人普遍就是早上洗澡比较多 他的习惯是可能晚上也是洗澡一次 或早上也是洗澡一次 那早上醒来之后呢 因为我洗澡都会洗头发嘛 他发现头发变特别乱 他想说头发怎么这么乱 所以每天早上他为了把头发整理的干干净净 再去上班花了很多时间 他想说是不是因为我晚上洗头发的关系 所以可能就是没有吹干就睡了 所以他就选择好吧那晚上不要洗头好 他留到早上洗头 结果发现头发还是很乱 那他想说是不是我的睡觉的习惯 就可能翻来覆去睡觉姿势太不好 导致头发就乱乱 所以他就想说好吧那我就把头发剪短 应该就不用担心头发乱吧 他就说他睡一睡一睡 那感觉到了一个他头发又这样 像这样子又扫过的一个感觉 就想说嗯 他是不是因为开了电扇 他没有想太多 但是他突然想到说 其实他没有开电扇 他开的是冷气 然后他就一睁开眼睛 就会有一个鬼 在天花板这样抓住他头发 这个是第一个故事 后续怎么样了我就不知道了 他应该是搬离了那个家 如果我是他的应该会搬离 那另外一个 也是有关于一个人住在外面的故事 从乡下来的一个小孩 住在首尔 他搬进去之后 每天做一些奇怪的噩梦 因为韩国很多套房啊 他不会附衣柜 那往往是衣架嘛 就甚至叫顶天立地 直接顶到天花板的那种 这是韩国的租屋可常用的一个衣柜的形态 所以他衣服其实都是外露的 看到很多衣服就挂在场地上 那他就梦里面很常看到 从那里就有一只腿这样伸出来 或者是手伸出来 他没有看到整个身体这样出来 他就是看到一些腿和手 甚至有看到一个眼神在里面这样闪过 因为每次做到这个噩梦 他就下行 他就看了衣柜去 其实没事 他想说可能自己来首尔生活 太孤单寂寞 心神有点耗弱 所以做我这些噩梦 就有一天他就想说好吧 那就没事 我就去过我的生活 结果他有一天做梦 再一次梦到衣柜里面 从那个他挂起来那衣服里面 有一只手伸出来 那这只抓住了孩子 然后想要把他扑进衣服里面 然后他再次的下行 然后再看衣柜 而且也没有什么手 也没有什么人 但是他发现很叫 已经被拉进了衣柜里面 第三个故事 也是有一个人他搬到了一个家 搬到一个蛮大的 但是比较旧的家 那这在他好不容易存到钱 然后就搬到了一个 比较大的空间去进去 住到里面之后呢 他很常做噩梦 噩梦里面就一直听到 有女生哭啊 还有男生讲话 感觉好像讲很多话 但是都是不是韩文 是讲日文 他梦里面一直听到 日本女孩子那么哭啊 或者日本受伤的男生 就跟他讲很奇怪的话 他说好奇怪 为什么连续几天 一直在做这样的梦 然后他就没有想太多 有一天他就打开了他的衣柜 刚好那个衣柜可能是后面 没有那个木板 直接贴到墙壁的用 结果他打开他的衣柜之后 他整理他的衣服的时候 突然发现 诶 衣柜里面那个墙壁里面呢 有一些字 而且那个是汉字 那他就仔细的看了一下 发现 有木碑啊 后来他就仔细看了 就发现他的房子墙壁 全部都是木碑 我很确定真的有这个家 那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日本统治韩国的时候 釜山啊 有一个村落是 全部都是日本人住的 有一个地方是那些日本人 把死掉的日本人 埋起来的牧场 就有很多日本人做的墓碑 后来韩战爆发之后啊 所有的韩国人 从首尔那边一路撤离撤离到了釜山去 所有的韩南韩人 全部集中了釜山嘛 所以没地方住 他们只好把那个日本人 撤退后那个留下的墓地 当做是他们的居所去盖房子 但也没有什么食材啊 木头都不够嘛 所以他们就就地取材 就把那些墓碑 当做是那个房子的材料去盖房子 这个村子现在在釜山 还是真实存在的 你现在去这个地方 还是会看到很多墓被盖的房子 有兴趣 你自己去 我不想去 那再来第四个故事 这也跟家有关 而且我觉得很多鬼故事 往往是从我们生活周遭出发了 因为最接近我们的东西 那当它有一些异状的时候 我们感到更害怕 浦巷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浦巷这个地方 它是韩国主要制钢制铁的一个重镇 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都市 韩国的很多社区大楼啊 它是同样的样子的大楼 盖很多栋 一个社区里面可能有十栋一模一样的房子 结果有一个那个社区里面呢 它的其中一栋 它是风起 整栋十几楼的楼呢 全部封起来就不让人住 那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看网友开始去查 那这里有一个非常可怕的故事 据说房子刚盖起来不久之后 那大家很开心 然后住进了这个新的房子 那一栋忘记正确是哪一栋 我也不要随便乱讲 以免影响到现在住在那里的人 我们就称它为Z栋好了 据说搬进那个Z栋的人 在社区里面散播的时候呢 有时候会遇到一个女生笑笑的这样靠过来 叫说你们是搬进来的新的邻居吗 然后他会问说 如果你是住几号啊 当你回答这个问题之后呢 那个人就会死掉 那这件事情第一次发生的时候 大家想说这应该是假的吧 因为他们死法基本上都是一样 都是心脏脑袂就是猝死 因为一开始死掉的人 都是年纪比较大的中年男性 他想说这应该是巧合吧 那结果到后来有一对老夫老妻 他们有一个空的房间感觉有点寂寞 所以他想说来租给 来到普向念书的年轻人来住好 就韩国叫 就是会留一个房间给这些学生啊 煮饭给他们吃 然后就也可以让他们住 韩国是蛮常见的一个租务型 所以这个学生 据说跟这个老夫老妻感情非常非常好 对老夫老妻来说 他有点像孙子的感觉 相处的非常融洽 那结果这一对老夫老妻 听到这样的风声之后呢 有点担心啊 就想说跟他讲一下这件事情 但是他又怕说 影响到他太多 因为毕竟他也是访客 老夫老师就有点轻描淡写说 如果你在外面有一个女生突然问你说 你住哪边呢 你就不要理他 你就走掉就好 然后那个男生就问他说 为什么 老夫老师就想说 不要讲太多啊 你就这样就好 结果那个男孩子 他就没有把他房间上 有一天他就回来 就跟老夫老妻说 诶我今天正在楼下有个女生问我说 我住几号 那老夫老师就很紧张 所以你有说吗 他说我有说啊 感觉是个很和善的邻居 老夫老师就很紧张 想说怎么办 是遇到了那个鬼吗 所以他们就想说 不想要吓到他 然后就静静的观察了 就是一直去敲门 看看他有没有什么事情 那天晚上没什么事 隔天早上老夫老师 诸号早上之后去叫他 那个男生又死在里面 也是一样是心脏麻痹处死 那这件事情爆发之后 这个事情就开始传开了 已经直爆不住火 所以所有的社区人都知道是人 甚至普向人都有听到这样的消息 媒体也想说 好那这个是要报道 这个事情到后来被逼的 社区就只好把这整栋给封起 那这个据说是真实的故事 最后的第五个故事 那这个故事呢 也是跟家有关 但是也有关于 韩国人感到很敏感的问题 就是韩国人讲 樓上住户走路的声音 你往往又听得很清楚 会吵到你 那这个问题在韩国 常常会闹出社会新闻出来 可能会殴打 甚至杀人事件 都会因为上下楼之间的层间噪音造成 有一天有一个男生 在他住进去的新房子生活 那他很常听到楼上的住户 只要到了晚上一直跑来跑去跑来跑去 那他就觉得很烦 然后想说算了我刚刚住进来 就是尽量跟邻居和睦相处 他就先尽量忍 到后来他想说好吧 那我还是想要讲 不然生活平常太差了 所以他就准备了一桶西瓜 配上一个纸条 然后拿到楼上住户门口这样放 因为他按门领性没有回应 所以他就放在门口说 他是楼下搬进来的新的住户 很常听到晚上都有人跑来跑去 这造成他的睡眠品质的一些影响 所以他就进行了这样沟通 结果这之后还是也跑跑去很吵 然后他想说这怎么回事啊 他就很生气 然后他就打电话给房东 因为那个房东他是整栋楼都是他的 房东那个楼上住户啊 一直晚上很吵 他就跑了跑去 让我感到很困扰 那结果那房东说 可是楼上已经很久没有人住了 他就觉得毛毛的 那当然房东也觉得毛毛的 那毛毛点 第一时间我们可能会这样怕鬼 那也有可能说 会不会是外面的什么游民啊 知道是空房住进来 所以房东说 可不可以请他帮忙去确认一下 是不是有游民住 因为房东他现在不在那个地方 到了外县市区 他想说好吧那他就帮忙去看一下 房东告诉他那个门的密码 因为韩国很多门都用密码说 按密码进去 发现空的 什么都没有 所以看不出来有人拘出骨 所以他就觉得心里很毛 感觉有可能是好兄弟 那他就觉得可怕 所以就他请他的朋友们来一起住 他想说这样可以壮胆一下 他朋友们来了之后说 你这么胆小这么闹 然后开始讲一些干话 在入睡之后呢 开始吵了 上面开始吵了 那些朋友们都听到 其中一个朋友 他就跟他说 你赶快离开这个房间 那个原本的住户说 为什么 我们先离开 很匆忙的 什么都没带 离开了 他们跑跑跑跑跑跑跑 跑进那个房子之后呢 他们找到了一个 比较空旷的地方 开始讲这件事情 屋主就说 那你到底看到了什么 你为什么突然这么紧张 把我带出来 然后他说 那个声音呢是真的有好兄弟 但是那好兄弟不是在楼上 被你家天花盆上爬到去 他是盗子上爬到去 所以故事结束 哦 好舒服 哈哈 假咒是韩国的女巫王 武当 会让那个神明附身 看来我好像也是有这个体质 就看到我的房间门外 有一个人 前面有一个小姐 她穿的是红色的高跟鞋 她走一走 她说 也可以 我猜 他就走一快 我家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